10月21日,在中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中,河南建业队客场对阵盐编队,本场比赛盐编队只有赢球,才能继续保有留在中超的希望,而建业队也需要一分才能确定民席,在这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,盐编队没有顶住压力,建业队在客场以2比1战胜了对手,在自己提前保级的情况下,也把盐编队送入了中夹。 比赛结束后,建业队主教练郭光琪在点评比赛时首先说道,感谢我的队员在完成保级任务,他们在最后阶段所做的一切,我为他们感到骄傲。 随后谈到今天这场保级生死战,郭光琪直言,这场比赛对于建业队来说非常困难,5个万元伤了3个,今天只有2名万元出场,好在后防线2名主力解禁回归,所以赛前我们制定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分。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,双方各打了半场好球,只是我们抓住了机会。 对于本场比赛的人员使用,郭光琪说道,赛前教练组反复讨论怎样用多奇卡尔,最后把他放在前场中路,可以给两边制造很多拿球的机会。 比赛证明也收到了效果。 原演